完了 蓝环章鱼又跑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他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 说啥就要出来置我鱼死地啊这是 鱼缸2这回是关好的 然后我吸取了他上次逃跑的经验 我特意第一时间看了一下侧面 没有 这下完了 他指定是跑出来了这是 如果我那天突然断梗了 请不要去关我 你们就买点菊花和纸茶的给我烧了就行啊 不过在那之前 我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最后一次喜望 拿出我平时出去捡瓶子的工具 我翻一下的石头 万一他没跑出去躲石头底下了 你是不是 这也没有啊 完了完了 这下指定是出来了 我还年轻 我还没有活够 我 你给我拿出来的 我这内心还突然压紧了伤的希望呢 这一下子 猫哪了你这是啊 等会儿啊 我把视频剪辑一下 咱们回放找一下吧 来 就这个角度 你们谁能看出来章鱼猫哪了 我刚才我看了好几遍回放 我终于瞅着了 是不是都没找到在哪呢 来往这儿瞅 然后再慢动作的回放一下 刚才我拿这个石头的镜头 这哪是伪装啊 你说你会隐身我都信 这多亏我平时有出门捡瓶子补贴家用的习惯 我有这么个工具 刚才我要直接上手去拿石头 我啪啪他身上的 那基本你们就能来我家吃席来了 猪肘子 郭包佑 撕洗丸子管购 只许吃席 不许搂席啊 带袋来得通通踹出去 哎呀 这蓝环章鱼我是真得伺候好啊 现在他火了 他这真出点啥事 你说跑了 没了 死了 插翅板飞走了 这粉丝不得过来削死我呀 这把我家的动物火了之后啊 我在粉丝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那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我好卑微呀 你看现在火了之后 挑食 看不上 黑虎虾的虾味呀 我得撵后屁股背 他才能给我面子吃一口 这蓝环章鱼以后出门 我估计都得带保镖了 要不然不行配不上他的地位 就在昨晚 我们家发生了一个恶性案件 我临时装鱼的盆子被翻了过来 并且这个养鱼的盒子里面 唯一的一条大鱼 既然消失了 我在找线索的时候发现 嗯 这里居然有两个非常凌乱的爪印 到底会是谁呢 诶 汉堡 你在这干嘛 不对 汉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他的嘴上 为什么会挂着鱼鳞 而且最重要的是鱼缸盖 居然开开了一半 打翻的盒子 神秘的爪印 嘴角上的鱼鳞 以及拉开一半的鱼缸盖 所有的线索都把案件指向了一个方向 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我看穿了 昨天你半夜尿急想要上厕所 在厕所里面看到了正想要偷鱼的歹徒 于是你为了保护鱼就跟它搏斗了起来 而你嘴上的鳞片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 而那片凌乱的脚印和那个打翻的盒子 正是你们搏斗的证据 而刚才你正准备捉拿犯人的时候 我出现了并看到了刚才的场景 所以真正的犯人就是你 你昨天半夜突然饿了想吃东西 于是你跳出鱼缸 雇用到卫生间养鱼的水槽旁边 这个时候你正在吃鱼 结果汉堡起来上厕所发现了你 他就跟你搏斗在了一起 但你发现你打不过他的时候 你就迅速地从牙缝里面抠出了你吃掉鱼的鳞片 贴到了汉堡的嘴上 然后又迅速地跳回了鱼缸 让我发现了这件事情 而你则装出一副无辜脸 想让我通过汉堡嘴上的鳞片来误以为鱼是他偷吃的 而他现在正想要打开鱼缸盖偷吃了你 而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看穿真相的 正是我这个外表看似吴彦祖 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名侦探 王小怪 这次我暂且既往不咎 如果还有下次再让我发现的话 我就把你捞出来 喂汉堡 说到做到你最好给我记住 对了汉堡 你跟他搏斗了一宿之后 不仅没有掃怎么反而还胖了呢 这大肚子好像吃条大鱼似的 你这什么体质啊 跟人打架都胖 我去这谁啊 给这石头拱开杀的全拱烂了 等会冷静 推理一下了啊 门窗没有打开过的痕迹 又是一场密室案件 这个缝有点小 不足以让作案的凶手逃出来 也就是说凶手还在这个鱼缸里面 根据我的经验 水草跟石头是不会动的 也就是说凶手 在他们两个之间 这条鱼看上去很可疑 但是以他的力量 完全不足以弄翻那些石头 所以 新鸡子瓦 凶手就是你 由于你上次跳出鱼缸 想要偷吃小鱼的阴谋被我识破 所以你怀恨在心 于是这次你故意弄乱了鱼缸里面的石头和沙子 来向我挑战 但是你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鱼缸里面只有你有足够的力气 去弄翻那些石头和沙子 现在我要你看着我正义的眼睛 大声地回答我 我刚才的推理 对不对 嚇死我了 不对 我知道 肯定不是你干的 我推理的指定不对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能不知道你吗 这事你不能干 我看看啊 这个水流 这种水流啊 这个孤立河上面 这流下来的 这孤立河连接的是 我知道了 新几字八一字某 凶手就是你 孤立辈 由于你每天不小心吸入很多鱼便 而刚才那条鱼恰好吃的多 拉的多 所以你对它怀恨在心 于是你故意加大了本来就不大的水流 然后冲翻这些石头和沙子 让我无以为是这条鱼做的 而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看穿真相的 竟是我这个外表看似无叶祖 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名侦探 王小怪 大声你看我那么推理行不 你还满意不 你要满意的话老弟没啥事 我先走了啊拜拜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一天 我今天要喂电瓣了 但是我请教了一下大神说 刚到家最好别让他放电 让我喂死神 也罢 那哥们就让你再充两天电 先给你来个小死泥笑 让你们看看电瓣凶猛的一面 干啥呢 你凶一个呀 这么的 咱们把这泥笑夹出来 剪成两半 有点血味能刺激的进食 镊子好像导电的 如果直接接触的话 OK 不行不行 我得做好安全措施 这回行了 夹出来 把泥笑剪断它 这回再让你绝对没有毛病了 有点血型味之后 让你们看看电瓣凶猛的一面 大哥 给点面子行吗 我承认那个是15块钱一斤的便宜泥酒 但是你这么藐视我也不好啊 我的个妈呀 打我的呀 这视频我拍完了我是发是不发呀 你就这么对待我 这视频我发出去我粉丝的怎么买的我 算了拿出来吧 让你们看看恶归凶猛的一面 其实刚才那个电瓣只是我一个小插曲 我今天真正视频主角是他 对没错 嗯真猛